十三年前開的大阪牛 就是想跟大隊做一些不同的味道 因為我們當初沒有遇到生意 進展做得不錯 設計的構築已經不做到我們想做的菜 所以我們就想搬有一個新的不同的目標 就是想做到一個家 我想請人來我們家吃飯 有種這樣的感覺 是關心的 人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我們決定就是我家怎樣 我就把那些我最喜歡的元素搬過來 那就是我家 很多花草 有些我喜歡的畫 很多飲食的書 我就把這三樣東西搬過來 顏色 你如果像一個天然的環境 食慾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個 有些綠色和灰色的色系 我們的主題是天然 那些畫就全部選擇了山 樹 有個好朋友 有一山人 就是幫我們做一個藝術的 他一直推薦我們 哪幾個層次的綠色 如何配合會比較好 就是全部香港的層次藝術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親切 我們覺得這裡有三代藝術家 有1943年出生的文亮巨廷 有1990年出生的 Jeremy峰 中間有些四零年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不同的藝術家 不同年代的香港藝術家 對山、樹的推上是不一樣的 蔡蘭先生知道我們有一個書架 他就把他儲存的食譜 送給我們去選擇 有一部分是蔡蘭先生的珍藏 裡面有一個印的 寫著蔡蘭陳竹 我家裡的食譜書架都搬了七成過來 這裡總共大概有五百多本書 我們放在前面的中國名賽集感 這個當然是有趣的 大家都知道 這套書是當年七零年代 中國和日本建交 日本派一團人來做了十年 這套書當然是非常值得珍藏 許恆先生 他是當初解放後 第一個寫粵賽直譜的人 裡面講的關於食譜的方法 那些雞種 我想一半不是我們今天知道的東西 我覺得是真的有價值一點的書 不是很隨便寫了一堆食譜的 由舊舖搬過來 我們休息了三個禮拜 沒有人轉過的 廚房大了五十個巴仙 坐的桌少了二十個巴仙 有人問我們 你搬是不是越搬越大 我們搬越小 空間多些給廚師發揮 做多些好些的食物 你少些客人 他們就可以做得精 我兩天前 我看了餐牌 我問今天吃什麼呢 這間餐廳哪一個是拿手的菜 哪一個是新餐 我在想兩天 食物的感覺已經開始了 那些客人 早三天前 在這二十幾個餐裡 選擇他吃的東西 他一個月來吃幾次 他依然可以有新的 未吃過的東西 在這裏 我們做金錢雞 有個豬肉特別爽 我們將他用桂花糖 pickle 好像意大利的lado 甜的lado 入口是會融化的 我們覺得這個是 想他變成一個甜的頭盤 這個是每天早上我們去到market 看看本地有什麼小的蝦仔 如果你有狗蝦 有花竹蝦 我們就拿那些回來 之後就撕了一殼 去跟棚茄糕炒 我們其實這個就是吃過新鮮的 套腸就是一個很舊式的 你將一條豬腸套入 另一條豬腸再套入 另一條豬腸套三次 麵豉醬 其實就是混了少許日本的miso 加上中國的麵豉 豬腸是豬腸頭 用菜補辣椒炒了少許 放在旁邊 我將豬油滷了水 有豬耳 有豬鼻 有豬麵盒 有第一刀 有豬額頭 這樣 如果你想當是一個 Pork Burger 這樣吃 你可以放些洋蔥 和醬汁 我們以前也有魚湯 然後就有少許魚韻 有少許魚麵豬 在裡面一起做 那個質感 你因為切了瓜絲 又爽 質感是不同的 大概這個應該是我最後一個 project 就是 年紀都不是小 我都整成一個家 在家裏面你不會再轉 祝您那兒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